Hello,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来找我们的车有点特别 因为它最近非常非常的红 它就是 哒哒 全国首辆暴改的Proton X50 其实这辆车的车主啊 我算是Volkswagen 车友啦 我之前也是认识它的 然后到最近才有真是有机会交流 那这个车主啊 它玩车是有点疯狂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辆X50哦 它买车的第一天它就直接送去RAP 然后RAP 这个被称为Satin Yellow 有一点半雅色的这个黄色 我是觉得哇 这个颜色比原装的X50还要更加漂亮 然后下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水箱护罩 是有做这个黑化处理啦 更加的Sport 然后这个红 原本红色的线条呢 它也是抛成跟车身一样的颜色 最帅的是这个啦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 它变成一个三层式的一个FUN LIP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高量的carbon fiber lip letter 让整个车的话看起来就哇 Sporty的很多 你没有看过20寸的轮圈的X50吗 这个车主买车第一天就换上了这个 20寸的轮圈 然后不用紧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大鲍鱼啦 这个大鲍鱼是一个大溜活塞的刹车卡鉴 而且是从Ebay 买回来的 车主告诉我这个大鲍鱼是这个Cadillac 美国车的一个大溜活塞 嗯 很特别一下 然后呢 轮胎 气心的 用一个Michelin Pilot Sport 4S 在一辆X50的身上 尺寸的方面 我看一下啊 咦 Size 哪里 啊 235 40 哇 原装好像只是2158了 它用到235 本来一辆好好的SUV 它拿去换 拿去改低 它用的这个车脚啊 是这个DWD的Adjustable 可能大家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其实DWD在中国是蛮出名的一个大品牌 专门做这种Adjustable的 然后走到旁边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Curber Fiber的Sight Mirror Cover啦 然后上方的这个车顶是原装的 因为这是flagship版本 但是它的这个行李架啊 换成黑色了啦 然后 这个呢 是原装的 吉利冰月的这个Sport版本的 这个尾翼我觉得装上去了就加分了不少 然后它也是采用一个双色的设计啦 黑胚黄 非常的帅 来到车尾部分 哎哟 这个车尾我觉得 很加分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东西啦 这个原本是我记得原装的 就是一个镀铬四条 然后上面写Proton 但是车主就换成了这个 LED 灯条 而且这个LED 灯条哦 开的时候啊 是有一个开幕椅式的 很漂亮 然后把这个Proton 放上去 整个哦 看起来就是很Sport 再加上这个尾翼啦 真的是很帅 然后下方呢 原本也是有这个排气围管的设定 但是原车主就换了这个黑色的 这个Cover Fibre的 exhaust tip 哇 非常的帅 而且这个排气围管也是换过了 走 我们继续看 我忘记跟大家讲 其实前方还有撞了这个 这个好像也是原装的 不是很清楚啦 就是它是一个 也是LED 日行灯 然后你打开这个方向灯的时候 它也会变成一个方向灯 非常的酷 我刚才这一台车 跟在我后面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个东西 配上它的这个日行灯 真的很帅很帅 这个车哦 你们还在怀疑 还在懊恼 你们没有这个电动尾门的时候 这一辆车 原装吉利部件哦 而且它是 脚踢开启 还有 脚踢关门 来上车看一下它那一桩 首先 我觉得这个车主真的是有点神经病 它把原本的这个橙色质感很好 一个皮革 换成了一个 Alcantara 的皮啦 这个Alcantara 看起来是更加的 Sporty 是没有错 不过我觉得有点浪费的感觉 Anyway 先上车 哇 这个微谷声音 好像还不错 它除了包了这个以外啦 它这个里面的音响系统也是进行了升级 前面一对这个Full Range 的高音 然后中音 后面也是有一对这个中音 然后车门也进行了两层的割音啦 同时啊 再加上Digital Sound Processor 这个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做出音场还有定位 这个音响系统的表现如何 想不想听 开给大家听看 太好听了 那看这个引擎部分 好像还很原装 其实车主委是有动过手脚了 它的这个排气系统是有进行了一些升级啊 好像我记得它是有讲过那个中段 头中段那边是已经decapt了 然后尾段呢 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双边双出的 那个排气围管是换过了的 那个升级是蛮凶的 但是呢 大家看这个好像有原装酱哦 其实 这边加了这个东西 外挂电板 车主是有打算要再tune过这辆车啦 那等一下呢 它会带我们去做这个Dino的测试 哇很期待这辆车下了Race2Go后 会有怎样的一个输出表现 大家想要知道的话 继续看这个影片下去 OK那大家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三位的GT Auto 大家可以看到啦 这个X514已经上马力机了 要准备做这个Dino Test 究竟表现成绩会如何 我是很期待啊 Let's go OK 所以成绩出炉了 那从这个Dino表大家可以看到啦 上面这是马力 下面这是扭力 所以 装了Race2Go后最好的成绩是 170匹啦 然后扭力方面是 262 然后下面这个第三个其实是原装最好的成绩 分别是147 还有227 重点是哦 这个其实是Race的一个 Prototype Version啦 他们还算是他们第一次写的一个程序 然后他们也在fine-tune这 因为刚才在Dino 所以发现到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师傅现在正在 try to找出那些问题啦 so 这个成绩 大家觉得如何呢 今天看到这辆车车我真的觉得 X50真的是有在帅 这个颜色真的可以哦 那今天也是要感谢这个车主了 让出这辆车给我们做这个介绍啦 这些东西啊 改到来其实都不少钱 我刚才问了车主 他这样子给我算一下啦 大概有接近5万块了 那好啦 今天这个特别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辆X50改到如何呢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 其实我是一点想要试驾这台车 你觉得我应该试驾吗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 对不要忘记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留言给我们知道 告诉我们 我们下一回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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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